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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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赛 五月天演唱会 林场 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 但是短信里的这些细节 在现实里都没有发生啊 可我为什么总觉得 对这些细节莫名的熟悉呢 十二月二十一日 流星雨到了的时候 温惜突然跌下了悬崖 因为没能保护好她 所以非常痛苦 看着她昏迷不醒 我无比怨恨自己 如果出意外的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她终于醒完了 可是她失明了 怎么发太大啊 她很难过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一定要弄明白 我要她健健康康地活下去 如果不去看刘星雨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发现了温惜的愿望清单 原来她想去看刘星雨 是因为没能跟十八岁的叶永宁看穿刘星雨 所以留下了遗憾 告诉小夏温惜 一定要跟叶永宁去看刘星雨 修改成功 当看到她健康的摄影出现时 我心里却还是被差点失去她的后怕诊据 我不想再等了 我要向她求婚 我要一辈子守护她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也呀 她答应了 我激动地紧紧抱住她 可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久 她们说温惜死了 为什么我想救回她 就把她推得越来越远 她还给我讲了一个神父 改变时空救爱人的故事 我突然懂了 这是时空的惩罚 可是惩罚为什么要将军在她身上 是我更改了时空 是我做了这一切 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回她 她怕是让我死 我回到了过去 用尽全力推开她 第三十九次凶感 如果我再有无法回来 安心 我爱你 总统会 你把心呆的欢痛